乡长与民有约座谈会第二个场次是在秀林的河中社区多功能活动中心举行 乡长王玫瑰率领着科室主管列席提取地方需求 而河中部落族人也提出了地方基础建设、纳谷墙设施 还有路灯不亮的情形 乡公所各科室主管除了说明之外 乡长王玫瑰也立即回答族人需求和疑问 面对面沟通要共同为地方做事 为了做好威名服务的工作 乡长公所从4月份一直到6月份规划前往各村办理 乡长与民有约的座谈会 完间则是来到了西洛林乡最北的河平村 河中部落来提取地方需求 乡长王玫瑰率领着科科室主管和主任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 乡长王玫瑰表示主任们可以表达自己部落的需求 乡长公所和科科室主管都会立即的回答民众的疑虑 只要有人提案地方建设 公所都会列入介入 作为未来地方建设的依据 希望能够透过祝团会来为地方做事 这次在河中办理的乡民有约 我想我们的乡民都非常的踊跃 那不仅是在建设的工程 就是环境的清洁 以及治安的问题 包含我们公共工程建设的一些意见 还有社会福利 还有文化的一些观光 提了非常多的意见 所以乡民非常踊跃 提出他们自己的想法 他们的意见 那公所也可以适时的 马上尽速就是让他们很清楚知道 他们所提的意见 给他们一个正确的回复 其实让他们真的很有感 那当然这次的乡民有约 我们邀请了不仅是我们的机关 区内的机关学校 还有我们的社团 包含我们的派出所 派出所跟警察局 以及新城奋局都是针对部落的治安 跟我们一起共同来办理这样的一个座谈 那非常好 那还有就是针对辖区的包含我们的铁路局消防 消防队 也派人出席参加 从这里大家都可以看出来 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 因为我们来听取乡民的意见 其实这个才是能够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 这个才是真的对乡民有感的一个政策 区内乡长王美就表示 秀文乡是全台湾面积最大的乡镇 上任之后就积极主动的来到各村听取建言 一方面是学习的心态 也要让公所同学们 最能够清楚了解民众的心声 在执行公务上就会调整来方便为主人服务 希望公所能够贴近民意 共同来为乡镇工作来努力 营造秀文乡成为最幸福的城市 接着请问 学乡会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